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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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希望您有不一样的想法 今天是这样 我是桃源县教育学行 是政治单位 我今天来呢 要带点礼物给各位 什么礼物呢 这是国中基策 国英史理化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考前总复习 考前拆集 全部在这里面 然后呢 我要送给各位呢 这个卡片 一人一张 你就可以 在家里或学校的网络去收看 你哪一刻不熟 就收看 今天洪文老师来呢 市里面大概两百分之一都不到 然后洪文老师今天来呢 要把你的脑袋瓜 擺开来试试 等一下呢 试试 那我要把我来的目的呢 跟大家做一个描述 我的过程很简单 这套公信呢 是刚才武装科 一跟洪安老师做的 他们沿街灯要捐给我 桃源县签证的1000号 我个人本身是梦领国中系列的 就是在这里 我心里就在想 我这一辈子都在外面 在桃源县教育去服务别的小朋友 我都没有把私园带回来 所以我就很冒昧的打电话给校长 理校长说 我这边要带回来 我打到东宁国中的时候呢 他只能问我说 你是不是诈骗警官 我就说 三言两语 我无法解释 两个东西 第一 我去没有商业行为 如果有商业行为 你就把我赶出去 第二呢 没有任何的利益 我们就是不断的付出 今天两场 刚才是校长跟主任亲自送我们过来 我就很感动 好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过程中 我们发心发愿 是说要把这东西带回来 也很天香 也就是后三个小朋友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洪安老师是高雄医学院 医学大学的 他严谨应该是当医生赚大钱 可是呢 他愿意执教编 执教编呢 他现在是全省的名师 他愿意把他 那么多年的教学经验 浮湿的放在网址上 让各位 所以你们在U主席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 部分的 你们今天上课的东西 也会在U主席上面 那另外呢 我们林处理 是一间东森的记者和主管 我可以玩挖角官 我们林黄的林处理呢 是3D电台的记者 你看他非常专业 他们呢 在人生里程里面 虽然当然当然 都不会再发表 但是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他们就知道 我们这个Tim 愿意来这里 只有一件事情 我们感恩过去 很多人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有志愿 我们愿意回馈 回馈到天香来 就只有我们 我们的目的只有这样子 武功呢 全校都八十二个学生 坚持跟武功 他们都 听完之后 问他们有没有信心 就说基策这一段时间 口纹是两个礼拜前 他们要进步五十分 三个月要进步一百分 你说真的假的 答案 我看老师在证明给各位看 我所有那么多场下来 实际场下来 不管在内在哪 没有一个人睡觉 大家各位 你不相信 我们给大家试试看 我们就做一剪片 五十分钟后 就做一剪片 我们时间很宝贵 我就不再啰嗦 来 借各位手把手提起来 来 展现光复国中的热情 来 其实你们是我们讲说 在清零前期的所谓后商 我刚刚在那边是万农国中 我也跟他们大家都期许一个心愿 就好像时空交往很一样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把你的心愿 我们大家的心愿把它写好 完成 我们大家期许三十年后 台湾出现原住民的总统 好不好 原因的话 拍手 我走到这么多的学校 我感觉说我们在西部 就是在我们所谓的台中台北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你们的条件没有比较差 我都是教他们那个地方 大家都是饲料集 起了给亚来 温室的花朵 可是你们现在圈缺的时候 你们就算你们有体力 你们本身你运动有天分 可是你们缺乏体力 我告诉你们 科技在进步都是用脑力来创造的 你体力在怎么跑 我都跟同学讲 我今天来 是希望让你从一个小时赚一百块 变成我们一个月赚十万甚至一百万 为什么要跟你这样说 很简单 相信你现在周围的一定有亲戚朋友 在打工一个小时多少钱 你算一算 如果一个小时赚一百块就好 你要赚一百万要多少个小时 要赚多久 打工要多少钱 一万个小时 一万个小时是什么感觉 站在外面不吃不喝 站在那边一万个小时 你翻算了几天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脑袋里面多装一些东西 你的成功机会就会比人家更多 你会讲说老师高学历也不一定有成就 没有错 高学历没有成就是因为他可能没有遇到 一路上没有遇到贵人或者是他本身 他本身志趣或者是他投资的一个行业 不合时宜有种种因素 可是大多数没有脑袋没有东西的人 要成功一定是更可能的 那在这边我只是跟同学这样分享 我老爸是开第三车的 我妈妈是帮他在想的 在我们那个年代洗一个头我记得 我还帮他算过账 因为晚上用算账都是我帮不算的 那时候洗个头好像是60块还是50块 你知道我们当时的补习费一个月500块 500块那我们要补什么英文数据 那在都市里面不补习 都要到学校我上面不补习赶不上来 怎么办 我能拿到500块的时候 一颗500块三个要1500 我妈妈在洗多少 我爸爸在跑系人车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为什么不能改变 那当时我不敢想 因为当时哪知道科技会进步得那么坏 当时我只希望说 我们老师如果在学校里面 能够跟我们多讲一点 那什么事情就解决了 可是环境我们不能改变 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那在座的各位 这下十几天要考这个基本学历测验 有很多同学觉得说 我没希望了 我没希望了 我怎么读都是这样子而已 我告诉你 如果你这样子的心态 不是考基本学历测验 以后出社会遇到什么事情 都是这样的心态的话 我告诉你 你注定就是永远被人家踩在脚底下 你如果你想要往上爬 你一定要自己要有决心 要有信心 那我今天来告诉你 绝对不是来跟你讲一些调理 然后讲一些大道理 LKK 我今天要告诉你 我今天等一下你听完这些课之后 我要你每一个科目 至少要进步个十分到二十分 就像刚刚直径讲五十 一颗十分 五颗就五十分 如果可以 你反应更好一点 进步个二十分 不成问题 我是不是真的还假的 你是给我们吃鲜蛋的 我不是给你们吃鲜蛋 我是把你的脑袋打开的 你只要愿意用脑 你就可以成功了 哪怕你的体能很好 如果加上你的脑袋 我都每次问这座有没有棒球选择 棒球选择 有没有 你是念棒球 我也一样 你以为念棒球 投手投球 打几手打球 不用脑袋吗 球拿起来就可以躲吗 他必须要有很灵活的脑袋 这个可能你们感受不到 等到我们真正去接触的时候你就知道 所以今天这一堂课 你们不要把它以为是我今天来帮你们上什么课 我今天是要把你的脑袋重新改变一下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诶 这位同学 你今天中午是什么 乳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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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吗 他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你知道吗 现在他所用的脑就是用的脑 你们说老师你怎么知道他用右脑 我说 右手举起来 左手举起来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他用右手左手 可是我们脑袋 在我们的头壳里面 我们怎么知道我到底是在用右脑思考 还是用左脑思考 因为你们这个理论你们不需要去懂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脑袋就是这么的可爱 它的潜力无穷 你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把东西记住 如果你没有记住 你没有资格被人家谈忘掉 你们现在在读书 国商的同学 今天你的国文 你的英文来到这阶段 我用简单的几分钟带过 因为国文英文size 你们从我们里面的影片里面 尽量的用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去体会 国文英文现在的英文单字 你就是认它 1200个单字 你把他的中文遮起来 不管你的发音 不管你的标准不夭准 念你自己听得懂个音都好 又没有一笑 对不对 你就是念 然后 念完马上 对意思 你只要知道意思 单字的意思 只要懂就好 不用背 你不要像我们以前读书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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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人这样背单字的人 那是智障念法 那有人这样念 基本选择不会去考你 T-O-A或R-R-O 但不是两个R 两个O 不是这样的好 所以现在你们读书很痛苦的就是什么 你们根本不晓得对方的战术是什么 你像打拳的人 是不是每天对着沙包 猛打猛打 你上雷台就会打野 你上去打成啊 我告诉你 不用两拳你就下来 很简单 我今天要告诉你 基本选择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它根本就不是东西 第一次考询 第二次考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网络上就帮公民学整理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或者是整理出来 告诉你说 你看哦 光是社会科 今天如果你想要增加十分以上 听我一句话 礼拜六礼拜天 用三个小时到六个小时 你看哦 我现在把它勾起来的都是公民的题目 它又确定一定是公民的题目 有点穿插的公民啊 地理那个模型啊 我就没有跌入 绝对是公民的题目 我们勾起来 接下来的 历史地理 我现在在这里告诉你的 国一的东西 台湾历史 台湾地理 一定要用力的念 多看一点 哦 社会科 念国一的东西 自然科 数学 偏向三年级的东西 那现在因为时间有限 数学 底子好的 你可以每天用个十题二字题 基本学习成练手感就好 那现在数学不好的同学 你也不要放弃 算课本的棋座就好 棋座基本的题目 因为前面大概有二字题是基本的 数学考三十三题 要三十四题 你不要考得太难就好 知道吗 那你今天如果成绩好的 成绩好的同学 你不要为了那些难题 人家想说为了一科数 放弃一篇生理 你现在都不要写什么难题 要写题目就把基本全力称 考古题 我们这里面 很多大概百分之五十是考古题 用考古题来引生理今年考的方法 这是一个大范围 各科都是这样子 写考古题 99年的 这礼拜六礼拜天 99年的两次一天要拿出来写 写完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有mail 你可以寄过来 我们晚上 星期二星期三晚上 还有两个礼拜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 9点半到10点半 我们都有做现场分析 昨天也刚好 今天星期四了 下礼拜还有礼拜三 你有什么问题 尽量拿上来 现在只有问老师问题 写追着老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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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这一次基本学生会冰白如山岛 你进去 脑袋一片空嘛 等到说考卷 铃声响了 啊 我都想起来了 没有用 为什么 来 你们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问个简单很简单的 國二同学你可以参考看看 你们都学过了 好 台湾六大河流在西部里面 从北部排到南湖 六大河流 有哪个有请 考卷就好 刚考过 好 左水溪 M大河南部 第一个 带水河 好 带水河再来 你看 好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们现在回答我的方法 全部都是用右脑 你们现在脑袋里面 很多的字 带水河 左水溪 中文溪 高明星 还讲得出来还好 你们现在脑袋里面完全 为什么 这些溪流你都没有去看过 我告诉你六个英文字母备完 有 六个英文字母 A B C D E 念完 有 你看看 A叫做什么 蛤 叫什么 Apple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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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喜欢香蕉 就用香蕉 你怎么进去 你怎么进去 来看 来 这叫什么 好来 所以一般我们都 你都习惯用名词 你如果喜欢冻植的话 我会 来 这是什么 蛋蛋无味的苹果 直棒打假球 对不对 这是什么 猫 黑猫 烏猫 猫 而且是大肚子 大肚子 大肚子 大肚猫 好 痘狗 痘狗 流浪狗 痘狗 对不对 痘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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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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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料理最好吃的是什么 蒸蛋 对不对 蒸蛋 蒸蛋 不是 是 哇沙米加薩西米 随便 蒸蛋 但是我喜欢吃蒸蛋 Fish是什么 鱼 黑尾鱼 高平行 好 现在 我把黑板擦掉 请你告诉我 第四条合友是哪一个 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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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有聽過 紅樓 夢 西遊 雞 水 五 傳 什麼都聽過 哪一朝 我不知道 為什麼 他會怎麼考 他會考說 現在 我們現在有一個導演 我要拍一部明朝的 明朝 開國 開國皇帝是誰 長那個那一頭的朱元璋 他要拍這一個明朝的歷史 請問他在書桌上要放哪些書 他可以這樣子包裝啊 其實這個包裝的熱熱騰 其實就問你什麼明朝小說的哪些書本 對不對 所以你要了解 那明朝小說什麼背 背 背 用背 人背 每天都在那邊背 錯 三秒鐘 馬上不知道 聲音 這幾塊錢 像我一樣 什麼 拿著瓶子 裝水 洗眼 洗屁屁 背完嗎 很好背完 精品美 什麼 水洗船 水武傳嗎 這是什麼 紅顏的誰 空間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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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樹 頭屁股的 稀油系 好 講到稀油性 為何加強你們的印象 送你們一個笑話 稀油級禮 我們知道 老大是豬武功 老二是誰 老二 豬八戒嘛 二師兄嘛 就是長的那個二師兄 你知道嗎 撒無盡 好 這故事是這樣子 豬八戒 他跟了山上去玩機之後 回 沒事做了 每天照鏡子感覺到自己好醜 哇 怎麼自己長得那麼醜 他就覺得 立下是一個賺錢 我要讓自己變得很漂亮 好 真的 他就到韓國去爭 哇 整個變成像 你那個 你們現在的什麼羅志祥小豬還要帥 比他帥很多 就變成像潘安在此 那說 那我長這麼帥 太可惜了 如果不去夜店把妹的話 太可惜了 他就真的有一點去夜店把妹 就在夜店裡面看到一個 哇 你們叫做正妹 真的是超正的 他就真的被他打上了 然後也帶套 摩托 點點點 好 帶套 可是故事的發展到這裡 豬八戒有點良心不安 他說 豬八戒 你知道嗎 我長得真的很醜 他小女說 不會啊 你好帥喔 我真的長得很醜 我沒有騙你 為什麼你會長得很醜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是誰 我是豬八戒 他接著 二師兄 我是老沙 他把道的什麼 沙無盡 因為沙無盡去太國真了 好 所以三國野一會不會忘記 不會忘記喔 那清朝小說呢 清朝小說呢 清朝小說 這種電影 非常有名的小倩 小倩其實有一個故事 可是因為在座太多的老師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集數 我們把他講一下 小倩也有一個故事的 這故事稍微好 對 小倩的故事 來看一下 清朝小說是什麼 鬼故事 那鬼故事一定有主角啊 那鬼故事一定有主角啊 主角就是誰 就是你們 叫做腦殘 主角都是腦殘 都是腦殘啊 你知道嗎 西方最醜的人就是中國怪人 那我們中國就是腦殘 腦殘有幾 然後這個腦殘就是裡面的 像鬼的人嘛 有的人不用化妝就像鬼了 然後 腦殘 好 腦殘追咯 腦殘他住哪裡 住 一定要有一個鬼屋嘛 這個鬼屋就叫什麼 紅龍 那這個鬼屋一定要有柱子 他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 盧林 不是黑森林喔 所以 盧林快死了 對不對 所以 有沒有 你還記不記得 聶小倩那個令彩城 他去進京趕跑的時候 那一座 那座叫做什麼寺啊 寺寺 對 他就是他小倩頭 他是不是就是一個黑黑的森林 但是黑森林是蛋糕 現在是盧蘭 對 藍若是對的 藍若是 好強 好 所以 同學呢 所以 來 我問你 很簡單 你現在告訴我 青桃式的角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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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桃式的角色 想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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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聊天 再來 想到自己 好慘 來 你家住哪裡 小倩 在 有另外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玩 對不對 屌不屌 屌 說就是這樣唸的 你知道嗎 你不是這樣唸 我告訴你 你永遠就是在那邊 背了又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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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那麼多時間嗎 是這樣子唸的 對不對 然後你看 現在台灣歷史 台灣歷史好多的人物 好多的時間 你怎麼唸 好多的人物 光是要考試的 台藝 台灣清領前期的三大民亂 有沒有能夠告訴我 要對到時間 我懷疑 反彈 郭懷疑是誰 是 河南人 誰 朱衣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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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你認識的沒有用啊 考試會告訴你 各位 基本權力社會上面告訴你 同志年間 好 我告訴你 很簡單 第一個 請你告訴我 來 康熙 康熙來了 你們都知道 康熙有火 這叫瓦斯爐 瓦斯爐 我就要讓你煮食物的 欸 夜市經常有在賣的 就叫瓦斯爐 你看 還有假髮生 好吃的 用火 豬瓦斯爐 所以夜市人家吃瓦斯爐 瓦斯爐 瓦斯爐 在吃的時候 你在旁邊 幹嘛沒有錢買 幹嘛 乾爽 對不對 為什麼叫乾爽 我來講阿Q從面 爽 好 你告訴我 最後一個 這叫做童子 欸 這個童子在台灣意思很重要 叫做 欸 童子 欸 衛生組 衛生局都要宣導 安全起情危 因為童子 如果你不帶保險 他會得暗示 所以童子 一定要帶 保險 才會 高才 台灣人 逗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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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就這樣 你要寫嗎 對 然後你看 這個 我剛剛講過 Gay Gay只有這樣子而已 還有一個 更Gay的來看 你記得 在滿清 叫做台灣歷史 我現在只是 講裡面的部分 這裡面還有好多 我們裡面有圖表 然後有字 我們都會把字 套上顏色告訴你 這是怎麼背 來 你知道清嶺前期 清嶺前期跟清嶺後期 這怎麼分的 我參的 不是 開港 開港 漂亮 開港 好 來 問你 什麼條約讓台灣開港的 不知道 音爆戰爭 音爆戰爭什麼條約 北京南京 三角條約 來 我們講 三秒鐘記起來 所有條約裡面跟台灣有關的 除了那個馬關 彎 門關起來就 工廠就賣掉了 所以台灣被割讓馬關條約 沒有人不知道 台灣開港的條約 拜託 這個港是水智堂 台灣也是水智堂 麻煩你回答我 哪一個條約裡面的字是水智堂 海鷹 海鷹 水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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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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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之後 開始跟外國人做生意 有三行豆漢 這叫什麼 楊行 楊行 好 這個知道之後 欸 這個開港是前後期的區分 可是你還記不記得 清朝來我們台灣的時候 他當時看不起我們台灣的小馬子 因為西洋喔 西洋都入台灣 欸你告訴我 誰平定三番 然後都入台灣了 誰 一樣 四個點 欸這答案在這裡欸 這四個點超好用的我沒有騙你 這四個點 這四個點 來 欸 打麻將 三加一 三加一 四 四 四個點 這叫三番 三番 三番 加一大 來 蛤 自摸 加一大 所以 湯熙告訴我 平定三番 收復台灣的是哪一個皇帝 湯熙 所以底下這個火很重要欸 它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用來阻力會退的 一個是收復台灣的 對不對 好 收復台灣之後 欸 因為當時滿清是聖事 滿清是聖事 是什麼感覺啊 對不對 今天你家財萬塊 淡清湯熙的 對不對 出門是雙V的跑車 對不對 旁邊的女朋友多得不得了 對不對 小馬 當時台灣在滿清的 感覺裡面就好像一個 黃毛丫頭 這黃毛丫頭 看不起 哪知道 黃毛丫頭 女大十八變 到了十八歲的時候 突然間變成天天淤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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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來騷擾她 小日本 小日本 小日本在 紅日本 來 來跟我們 準備要來跟我們的小馬子搞Ga 要來騷擾我們台灣 她當時來騷擾我們台灣的時候 什麼 什麼 日本那個香菇有沒有 她為了要來跟我們騷我們的小馬子 她要裝向女生 你想像那個日本香菇的 然後插給我們髒框 所以日本搞了一個什麼 猛丹色的事件來騷擾我們的小馬子 那這時候 欸 滿青說 喔 你看那小日本說 來騷我們的小馬子 我發現 哇 原來這小馬子 是美女 這時候就趕快派了一個人 叫誰 神保 神 來保護小馬子的政潮 所以 很簡單 所以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 然後滿青開始積極照顧這個小馬子 頭子 誰來騷擾他 日馬子 搞了一個什麼事件 死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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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真的一個比我考過四五天 這樣了解吧 前面最大的五個 去頭去尾 去頭去尾 然後後面五個呢 後面叫什麼 童 童 銀 柏 雞 抓三個 怎麼念 來 這姿叫什麼 這個姿叫什麼 這姿叫什麼 這姿叫什麼 他嗎 你念一念 太口聽姬 對啊 那個笑話 幹嘛 彻神 所以你拼著 乙化的題目不要搞到佛性 我告訴你喔 佛性的題目有很多種討法 佛性的題目在哪裡 國上的你就知道 在乎打電池 心銅電池啊 通音電池你告訴我 這個佛性如果你就知道你就不要玩 你告訴我 心銅電池誰佛性啦 為什麼 沒有 銅鋼音波晶 但是這個心沒有背道 沒有背道的全部在哪裡 中間嘛 所以心銅電池 心銅電池 同音電池 同音機嘛 對 那為什麼要叫這個 做一聽 有兩個你要記好喔 佛性大的容易搶人家的養 容易失去電子 當腹集 你看我的教學帶我都跟你們講 不管是電路也好 電子也好 第一個題目出來就是抓複集 複集抓到所有答案 啪啪啪啪一堆像 像什麼葡萄一樣 你不要去背它 你不要去背它 你要記住 如果今天是 我打電池 或者是電解電路 都是抓複集 你看我的影片 現在就沒有時間 那個講下去大概要二三十分鐘 可是那個東西 如果你不這樣記 你進考場 等一下誰得電池 誰一下得電池 什麼藍色變淡 然後什麼重量變重變輕 對不對 養化還原誰 當養化器誰當還原金 還原金 不會搶你不要養還是去養 鼓勵不煞雜 進考場得很好 所以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的學生進去 看到那種題目 就是一直微笑 欸 欸 欸 馬上寫答題 你們不是你們NBCC說 啊不知道啦 欸 你懂了沒 所以為什麼 剛剛我們的 執行長講 我只要我們站上台來 沒有辦法幫你們增加 每一顆增加個五分到十分 我今天來看你 來看頭三好久 我今天開車來就好 幹嘛來這邊 跟你們那邊 打雷 對不對 總統意思 今天來 要告訴你 這五十分這一百分 不管你以後有什麼樣成就 你只要記得 曾經 某年某月 我們曾經在這個時空背景相遇 我就很感恩 這個 這個分譜底下放什麼 分值的 底下分譜放什麼 六成一十的二十三四胖 我耳的剛好過就知道 你們每次考試都補光了它 所有考卷裡面一定會給你原子量 你不用去背 什麼碳十二啦 七一啦 氧十六啦 這些什麼你不用背 可是如果你連這個 H2 XO4 多少不會加 你就完了 它一定要你去加這個 那為什麼會考這個 你知道嗎 基本學生你不要怕它 你把木耳當作 你去菜市場買橘子就好 我問你去菜市場買橘子 兩種買房 對不對 十顆一百 不然就什麼 一斤一百 我問你十顆是不是幾顆 一公斤兩公斤是不是幾顆 我等去菜市場買木耳的好 沒有一個 墨盒板中間哥哥白兩邊 分五十幾邊 考卷一下來 就是 老分子量 知道嗎 你看我們的螢幕 基本學醫生你一年來 考這種螢幕 它都不會給你考的 它就是讓你簡單會懂 這樣子會帶橘子進去算中 所以其實你們是 因為本身在學習的過程中 沒有提升出來 你們的智商我告訴你測下去 你絕對比所有細部這些 的小朋友來得低 但是我記得這個元素告訴你 你一定可以在十幾天裡面創造幾個 這只是簡單的東西而已 那數學更多 什麼音質分解也好 音速分解也好 這些種種 你都要在裡面去提問之外 那你今天如果你第一次考不好 你覺得 啊 洪老師我跟你相見什麼 我告訴你 今年是你們最可愛的 最後一屆 後面國二的 你們創立蛋 你們怎麼考一次 所以你們一次不真實 你們還有第二次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你們 原住民的網盤 好好的用 你不要說 第一次反正我考完了就 有學校進去就好 你不用去擔心那個東西 把第二次好好的考好 分數拉高來 因為這些東西 如果你這十幾天 你判了有行的 分數一次衝上去 恭喜你 那你如果覺得我考完之後 這個進步可能不止 只有五十分 我們最高紀錄可以一次 進步到一百零一分 從沒有學校到國立 到公立的學校 所以這個都不是在這邊 給你們捕爛 給你們在那邊拍馬屁 跟你們講那些 今天交流這些方法 你還覺得不可能嗎 懂嗎 那我今天為什麼要到這個地方 還高興你 因為我看不慣台北那些人的校長 我希望你們甚至最好考到台北來找的 好不好 7月台北見 好 鼓掌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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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手 再給黃恩老師再鼓掌一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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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增加五十分有沒有信心 有 好 我們給你打對折啦 至少十天增加二十五分好不好 有 好 一顆至少五分 要兩針半增加一起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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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好 看到各位專注的眼神 我還是要跟各位小朋友 學弟學妹講 你不笨 你一直欠栽培 你的腦袋刮出來沒拿出來 好啊 我用過 我跟你一樣 在三十年前坐在這裡 一張牌子 一張牌子呢 到西部去打鼻 然後接受各種污染 然後再回到這裡 沒有別的 只是要告訴各位學弟學妹說 各位 你們只要努力 一定可以成功 念書念不好 不是你笨 你看到這 竟然那麼升級 那麼難的東西 再三分鐘 三十秒就可以完了 好 最後我還是做我的結論 你可以寫下來 但你不見得聽得懂 文大腦的學習 不是靠文字 是靠情境 比如說被 一招被蛇咬 十點怕早晨 所以看 鴻凡老師剛才 全部給你用情境 故事 圖形 在學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們就會學得很快 所以呢 你開竅 這只要一開竅 你的成績就會 不被迷進 好 那是智力的成長 各位生活態度的成長 也必須要不斷的磨練 當你有一朝一日 像我一樣的時候呢 我希望各位呢 能夠回饋 光顧國中 回饋 光顧鄉 回饋你的鄉立 再培養下一代 我們人生就是這樣 生生不息 希望我們今天呢 來這裡 能帶給各位呢 一絲一毫的幫助 如果各位 我們這 五十分鐘 只要幫助一位 我都真的成功 如果每一個都覺得很有幫助 那我就更成功 從各位眼神裡面喔 眼神喔 沒有精神 變成Bling Bling Bling 我覺得 我今天是成功的 OK 帶給各位信念 再一次呢 謝謝各位 謝謝鄉長 謝謝